哈囉大家好 歡迎收看品味宅生活 我是大雄 在上一集的節目當中 我稍微介紹了一下奠定了當代2.5次元文化 最重要的一部作品 《網球王子音樂劇》 從他開演的2003年到2013年這10年之間 日本的2.5次元文化有了爆炸性的一個成長 舞台上的技術與呈現的方式越來越成熟 這些演員偶像化的經營模式也逐漸的完備 有越來越的東漫化被改編成為2.5次元 原本只看東漫化的粉絲 對於2.5次元文化的接受度也越來越高 整個2.5次元的市場在這個10年之間成長了超過10倍 而觀影的人次更是在2013年的時候達到了頂峰 有1.5億人次 2.5次元這個文化也就成為了日本強勢的一個次文化 甚至在這個時期開始往海外的一個輸出 在這個時期比較廣為人知的一些作品 包含了黑直視、木莫Rock、K、遙遠時空、柏英鬼、排球少年、標速宅男 這每一部都可以說是經典中的經典 很多人覺得在這個時期基本上就已經是2.5次元的一個黃金時代 但其實2.5次元還可以走得更高、走得更遠呢 帥氣的角色揮舞著日本傳統的武士刀斬殺怪物 今天這集節目大雄就要來聊聊音樂劇及舞台劇 刀劍亂舞 2015年初日本的DMM.com公司與NITOLO PLUS公司合作開發了一款以日本歷史上的著名武士刀為主題 以蒐集、強化、對戰為內容的網頁模擬養成遊戲 刀劍亂舞Online 遊戲的故事設定在未來的2005年 描述玩家以審神者的身份透過日本歷史上知名的武器 召喚出武器擬人的刀劍男子 來對抗企圖改編日本歷史的歷史修正主義者 遊戲開始後 玩家必須要培養自己的刀劍男子們 讓他們編成小隊派他們到不同的時代去執行任務 或者是送他們去即化修行來獲得更強的一些能力 而執行任務之餘 在本玩的刀劍男子們也會有著各式各樣有趣的一些互動 也因為每把刀在歷史上都確實的活躍過 有著自己的主人、有著不同的故事、有著各式各樣的傳說 而這些設定在由製作組去融合進每一個角色的性格當中 最後找來了多位人氣的繪師來繪製角色 以及優秀的聲優來詮釋配音 刀劍亂舞Online在推出之初就受到了不少的一個討論 但是遊戲推出之後 刀劍亂舞Online還是必須要面對IP延展性的問題 畢竟在那個時期 日本其實各種網遊及手遊已經非常非常的蓬勃 有武器擬人化的IP 刀劍亂舞Online也不是唯一的一個 如果只靠初期網頁遊戲這種遊戲性比較低的一個平台 要把這個IP推到下一個階段其實是非常非常困難的 而這個時期呢 Media Mix就派上一個用場了 刀劍亂舞Online的遊戲推出之後呢 上一集節目當中提到網球王子音樂劇的製作人 松田成先生就有一天無意的 從劇組的工作人那邊聽到刀劍亂舞Online的名字 原本不玩遊戲的他呢 在了解了這個遊戲之後 他發現這個遊戲非常適合做成舞台劇 所以他就寫了一份計劃跑去跟版權方提案 而最後呢他的Neruke公司獲得了音樂劇的製作權利 而舞台劇的製作權利呢 則授權給了Marvelous公司 同年的10月 音樂劇刀劍亂舞開始進行了為期一個月的飾演 2015年10月 由黑與馬里昂演出三日月宗靜 北約良演出小胡丸 齊山藝演出石切丸 左伯大帝演出炎榮 大平俊也演出金劍 佐藤劉絲演出加州清光 音樂劇刀劍亂舞的第一部 阿金賀志山一文的飾演公演正式的開始了 開幕之後 在舞台上呈現完了日本人所熟知的原藝經 跟五臟坊變慶的故事之後 伴隨著這首主題曲的播放 刀劍男子們紛紛帥氣的出場 衝上巨大的台階 展現出屬於自己角色的戰鬥風格 最後以優雅的陣型擺出帥氣的pose 呈現出那苦練許久的完美畫面 而那一瞬間 觀眾的心無疑都被台上奪走了 刀劍亂舞的音樂劇分成了上下兩個部分 上半場主要是音樂劇 而下半場則會換上另外一套衣服 在角色設定維持不變的一個情況之下來進行歌舞的一個表演 所以在中場休息的時候 觀眾可以準備拿出螢光棒、應援物 等到下半場的時候就可以跟著台上能夠一起狂歡 這樣的安排其實是製作組基於 刀劍男子如果活在現在 會用什麼樣的方式來戰鬥這樣的一個理念 所安排的一個表演形式 那也由於刀劍亂舞的故事都跟歷史人物有關係 所以他的劇情的內容 其實難免會談論到一些生死的一些議題 透過下半場這樣的一個表演 以及客將的一些savis的互動 讓每一位觀眾其實都可以很開心的走出劇場 這個是當初在企劃之初 就決定要這麼做的一種方式 而且由於整個下半場都著重在歌舞的一些表演 所以音樂劇刀劍亂舞有著更多套的角色服裝 有更有趣的角色互動 他們發行的音樂CD 在日本ORICON的排行榜上面也都有很好的成績 例如在2017年發行的《勝利的凱歌》這張單曲 就曾經拿下ORICON週間排行榜第一名的一個好成績 那從2016年開始 每一年會舉辦的《爭劍亂舞記》 更是集結了所有的刀劍男子 帶來一場有如大型的演唱會般的一個演出 也成為了每一個粉絲 在每一年一定要參加的一次朝聖活動 把時間再拉回到2016年的5月 MAVELAS公司製作的五台 《刀劍亂舞燃燒的本能4》也開演了 由陵木闊樹飾演三月宗鏡 荒木慶燕飾演山老切國廣 左左木喜音飾演中山左文字 灰馬飾演的江雪左文字 那谷劍飾演小葉左文字 北村亮飾演的耀岩藤四郎 和田雅成飾演的黑西吉利長谷布 追名雕噪飾演的不動行光 廣奈大界飾演的一騎一陣 山江大志飾演的年尾藤四郎 冬起界飾演的竹台切光鐘 以及燃谷俊之飾演的賀丸國勇 當這個數量整整是音樂劇一倍的刀劍男子登台之後 在林木闊塑飾演的三月宗鏡一聲 舞台劇刀劍亂舞這條超長的故事線 也就同時展開了 舞台劇刀劍亂舞的系列演出 都是以什麼轉的形式來命名的 每一部登場的刀劍男子的數量都非常非常多 而且故事線也是一個連續不斷 而且有前因或果的超長的故事 他雖然在演出的時候也會唱歌 但是主要還是著重在於劇情跟角色的互動上面 而他們的角色跟角色之間的關係的刻畫都非常非常深切 觀眾們可以陪伴著角色一路成長 看著他們經歷各種的歷練 而且舞台劇刀劍亂舞的殺陣非常非常的華麗及漂亮 不同的刀種之間的協同作戰 複雜的場面調度 也讓第一次看舞台劇刀劍亂舞的粉絲大為驚豔 每一場公演的即興互動日替更是讓不少粉絲常常都報到百看不逆 2017年由Marvelous公司授權並製作中文字幕 舞台劇刀劍亂舞 異傳小隻獨眼龍在台灣舉辦了首次的海外放映會 現場還請到了飾演山鳥切國廣的荒木慶豔 以及飾演主台切光中的東起劍 到現場舉辦應後座談跟所有的粉絲們一起互動 當天我記得下午跟晚場兩場的放映都是滿座 回想起來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美好 而音樂劇跟舞台劇的陸續開演 也讓刀劍亂舞這個IP真正成為了一個風潮 原本遊戲的玩家會進場去看劇 而透過劇來認識刀劍亂舞的觀眾 也會回頭去玩遊戲 在不同的媒體平台上面 刀劍男子們也一刻都沒有閒過 2016年推出的動畫版《刀劍亂舞花玩》 就主打的是本玩內刀劍男子之間生活日常的一個互動 而另外一部動畫《活擊刀劍亂舞》 則講述的是兩隊的刀劍男子在執行任務的一個過程 搭配上動畫公司UFOTABLE擅長的戰鬥場面 讓人大呼過癮 2019年推出的電影版《刀劍亂舞》 啟用了舞台劇的演員 甚至還在電影當中加入了 只屬於電影版才有的全新角色 讓《刀劍亂舞》這個IP 登上了電影的一個大螢幕 這一連串的mediamix 加上遊戲不斷的做系統的更新 角色的一個更新 也讓《刀劍亂舞》這個IP越來越紅 也越來越走入日本大眾的一個視野 例如音樂劇《刀劍亂舞》的Bandy 就曾經登上東京巨蛋擔任棒球比賽的開球嘉賓 他們也上過紅白歌合站 Music Station 這些電視節目 會在日本廣島縣的國定古蹟 延島神社 在被認定成為日本國定古蹟的20週年的時候 也舉辦了一場奉納形式的一個公演 來籌謝當地的一個神明 日本NHK電視台甚至在針對於國外 所製作的全英文的節目當中 還特別製作了一集專題 來用全英文的方式來介紹《刀劍亂舞》 給全世界的觀眾 音樂劇《刀劍亂舞》的Bandy 也前往了中國、法國、印度等地去公演 而當《刀劍亂舞》走向國際化的同時 在日本的國內 許多的刀劍女子們也開始走訪日本各地的博物館 以及神社來進行聖地巡禮 收集朱玉帳、欣賞刀店男子的真身 去了解武士刀製作的一個過程 甚至走訪歷史古蹟跟古戰場 來鑽研日本的一個歷史跟文化 這也使得日本國內的歷史、觀光、商機 以及相關的產業業績有所提升 東京博物館的館長呢 有一次接受訪問的時候 曾經非常驚訝地表示 他非常意外 居然有這麼多的女性參觀者 會特別來到他們的武器的一個展示區 來看看這些日本傳統的武士刀 《刀劍亂舞》的可能性 還在持續的創造當中呢 而從現在這個時間點 回頭看看《刀劍亂舞》的爆紅 其實非常非常的有趣 它的題材選用了日本國內外 都非常受到歡迎的日本傳統歷史元素 再結合了繪師的一個手筆 創造出各式各樣極具魅力的一些角色 再透過Media Mix的一個推波助瀾 走到了今天這一步 雖然很多人影片看到這邊 可能會講說 大熊你講了這麼多 可是其實你忽略了很多 它背後的一些辛酸以及黑暗面 例如像是遊戲早期 其實它設計上有很多的一些缺點 並沒有那麼好玩 或者說原作的聲優派 跟2.54元的演員派之間 一直都會有爭論 《刀劍亂》跟《刀劍亂舞》 到底誰演得比較好 也會有爭論 《刀劍女子》跟《莉女》之間 也會有爭論 上字幕推廣 以及尊重BD的銷量 要看生肉也會有爭論 但其實對於想要認識這個IP的人來說 如果你想要了解故事的主軸 以及所有的刀男的粉絲們 你可以去玩遊戲 如果你喜歡的是劇情深度很夠 而且角色的互動性很高的話 那你可以去看舞台劇跟電影 那如果你喜歡娛樂性比較高 注重台上跟台下的互動的話 你可以去看音樂劇 如果你只是想要輕輕鬆鬆的看看 角色的互動的日常的話 你可以去看花丸的動畫版 如果想要看帥氣的戰鬥場景的話 可以看火急 那如果說這些都不滿足 其實你還是可以靠同仁 去補完剩下的那一部分 所以其實每一個美界上面 它的故事、角色雖然都略有相同 但也都大不相同 完全不會影響的 這就跟動畫版花丸 在OP放完之後 它一定會有那麼一句話 這個是發生在某一個粉丸的某些刀劍男子們 所發生的故事 而回到了2.5次元的一個視角 刀劍亂舞的成功呢 讓海內外的一個觀眾 更加的認識2.5次元 是一個什麼樣的一個文化 而這些演出了刀劍亂舞的演員們 也都持續在日本的戲劇界活躍著 不少位也曾經來台灣辦過粉絲的一個見面會 而喜歡這些演員們的粉絲 也會去看他們演出的其他的一些戲劇 這些都是能夠使得這樣子的一個文化 能夠更蓬勃的一個行為 感謝你收看這一集的節目 如果你喜歡大熊的影片 歡迎訂閱我的頻道 並打開小鈴鐺 如果你喜歡我這一集的節目內容的話 也歡迎大家分享這一集的影片 給你身邊的朋友們 如果你對我的影片有任何的疑問 歡迎在影片下方留言 或透過Facebook或鋪浪來跟大熊討論 評論摘生活我們下集見囉 掰掰